其实我发现,在解决问题,花最多力气的其实还是了解 到底这件事情的逻辑要做什么 所以有时候同学问了问题,我发最多时间是了解 看懂,大概同学到底想要问什么 如果那个步骤、逻辑都很清楚,这个很快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一样,如果你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还是要先理清到底你要做什么 另外的话还有几点就是,那个资料的正规化部分 所谓的正规化就是你尽量让那个资料长得就像一个资料表的样子 这样来处理就会简单很多 千万不要非常的随性,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都会犯同样的 就是把资料弄得很随性 用自己的角度去看待资料 然后变成说,如果要把它变成可程式化 那就会相当的困难 所以如果你要可程式化之前 我是牵引,尽量让那个资料长得像资料表 正规的资料,让它正规化 OK,让它看起来就是一个资料表 那如果是一个资料表来处理的话 就会相当简单的 OK,所以如果未来你的资料看起来不像资料表 请你先把它排成像资料表 再来解决就会简单多了 OK,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针对这一题来看 如果说我用函数的话怎么做 其实我刚刚讲答案已经在云端上面了 所以其实如果你要拿答案的话 其实就有个步骤 它这个步骤基本上就是,if是判断什么 判断那个什么 这个H2跟这个A的底下这些一不一样 如果一样的话,把这些call过来 OK,但是如果ECL里面它没有这个call过来 它变成什么?它会发现错误 所以它用了一个函数叫small small是重新排序,把对的放上面 然后发生错误的话,再把它过滤掉 然后视频过程,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看一下 或者说你们可以看那个书里面的三个六里面 它讲的,哇,好详细 但是看完,很多人应该还是做出来 OK,这太难了 那怎么做呢?最后的答案就在这里 但请记得,如果你要run的话 请你复制的时候不要复制到大瓜糊 因为这个大瓜糊,Ctrl-C 就是在大瓜糊里面,不要包含 大瓜糊是你要自己产生的 一定要按Ctrl-C,加Enter产生 它才会run 你不能直接加,不然它会跑不出来 如果说你,假设,我用Ctrl-C 如果你包含大瓜糊 你把它放在哪里?放在这边贴上的话 它基本上,我把Enter 你会发现它变成这样子 不OK,那怎么做才OK呢? 记得,不包含大瓜糊 里面的资料,Ctrl-C 然后把它贴到哪里? 贴到这个瓜糊里面 好吧,这个里面 然后记得,如果你要产生那个什么 产生...多这个 我先把它取消掉 记得,不包含什么?不包含那个 就是那个大瓜糊 大瓜糊要怎么产生呢? 记得,就是你要在这个瓜糊里面 按一下什么呢?执行阵列 什么叫执行阵列? 因为这里面它会有一个范围在 哪个范围?你会发现这个有个Raw Raw函数,它这边有个A2到A12 意思是说,在这里面它要执行的是一个范围 那如果你要执行一个范围的话 一定要按什么?Ctrl-Shift-Enter Ctrl-Shift-Enter 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 它才会帮你产生大瓜糊 那这个其实有点像在什么? 在Excel公式里面执行一个Fall回圈 这个回圈的范围就在这里 不过我是觉得,如果Excel里面公司要跑一个回圈 哇,那太难了 这个如果错的话,也不知道错哪里 所以理论上,我是当然不建议 我看如果像这种这么复杂的东西 倒不如用VPA OK,是不是能做出来? 重点是跟各位讲一下这个结果好了 然后你就把它Ctrl-Shift-Enter 然后向右再向下 你会发现这个答案就出来了 一班就OK 二班也OK 三班也OK 实际上是可以做出结果来 只是说不建议 如果说呢 以刚刚这个公司到底在做什么 我们用VPA来跟各位解说好了 OK,所以我把它复制一个过来 这边的话呢 比如说我这边假设清空它好了 我也demo给各位看 如果用VPA写的话 二班带过来 三班带过来 一班带过来 这个是用VPA写的 那写的方式呢 其实就跟我刚刚讲的那个逻辑一样 那怎么写 首先我们切到VPA 给各位看一下 好,一切过来 二的话呢 一样插入模组 一样插入一个程序 那个程序的话 我就把程式删掉 因为步骤都一样 插入模组 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叫Sub班级好了 OK 那里面我要怎么写 反正呢 以后也许啦 我是建议各位慢慢习惯 就是按照你看到的 然后去叙述 一,我告诉它范围 所以我写什么 习惯一般就 我看到范围是 是二到十二列 所以我打一个4i等于第二到第十二列 这个都固定 enter两下 打一个next 接下来做什么呢 做逻辑判断 if什么呢 这个储存格或这个储存格都可以 写前面 反正哪个先写 哪个后写 其实结果都一样 Sales的I6 我先把这个I6的A栏里面的资料 也就先把第一个资料先抓 就是它先二嘛 所以A2 A2是一般 是不是等于什么呢 固定的位置我用range 哪一个储存格呢 跟那个H2的储存格相比 如果一样的话 我要做什么 ran 如果一样 才做底下 先打一个endif 习惯 做里面的事情 如果不一样就跳过去了 就有点像那个 一个筛选器 是 你就可以进去了 你有没有门票 有票 进去 没票 抱歉 不能进来 OK 因为这个是需要门票的 所以 这个有点像true force 有票 进去 没票 请你就离开了 OK 那要做什么呢 帮我把这三个 复制到哪里 这三个 OK 所以这三个怎么叙述呢 其实就是什么 Sales的 I6的 第一个是B栏 所以这边改成 B 那通常呢 后面的资料会复制到前面去 所以前面 前面是什么呢 前面应该是 我先把这个拿来复制好了 应该是 第几列呢 这边应该第五列 的 第哪一个呢 第趋难 对不对 可是问题来了 这个五啊 下一次如果再五 哎呀 盖过去 所以一定要往下 我讲过了 这个可以做什么 用一个K来代替 K等于五嘛 因为它会变 对不对 那用K做什么呢 把这个五代替掉 那可是问题 它下一次的话呢 记得啊 K等于什么 K加1 意思是说往下一列 因为到时候放一个之后 会放下一列 放下一列 那底下的话呢 复制一个姓名之后 还有语文嘛 还有数学地理嘛 所以就把这个拿来 Ctrl C 有没有 然后Ctrl V 一个 两个 三个 然后分别把它改成什么 B C D E 有没有 就是把那个 这三个 复制到 G H I J OK 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 哎 哎 程式呢 就写完了 OK 哎 写完了 应该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OK 所以呢 我们如果说今天 把这边先清空吧 然后我们来把它Run一下 最后刚才我 就是 这边加个按钮好了 按下它 一般 OK 不过呢 如果我现在跳二般的话 按下它 二般有了 哎 可是有个问题 这边怎么还在 OK 所以基本上 可能要在 这个最上面一行 在它执行之前 先怎么样 把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先清空 最快的方法 就是我刚才讲过 用Range 所以Range 非常重要 Range什么呢 这个范围 G G的5 就是范围告诉它 G的5 然后到呢 哪一个呢 G-H-I-J J的12好了 J的12 里面的话呢 点什么 点ClearContent 要记得 是ClearContent 不要 CL ClearContent 这个 不能用Clear Clear的话 会把一些格式给删掉了 这个大家大小也没办法 不过喜欢还是打大小 OK 好 这样的话呢 理论上应该就OK 试一下 二班 然后三班 一班 OK 好 写完了 OK 那如果它比起来的话 我们刚刚 第一个 用这个 执行阵列 OK 这个这么多 OK 如果你写得出来的话 那算很厉害 而且最后还要Ctrl-Shift加Enter 所以比起来 我发现 写这个好像没有占到任何便宜 反而呢 用什么 用那个MVBA 相对的简单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但是 这边其实 还可以再让它改一下 哪些地方可以改 其实你会发现 BCDE 基本上要连续的 GHIJ 也是连续的 所以其实 如果连续的话 这个其实是可以改成一个Range 用RangeCode就可以了 把那个范围的资料 Code到哪个地方去 所以这边四行 其实是可以写成一行的 如果刚开始 你不会也没有关系 只是说你要多写几行 四行可以写成一行 不过你们先试试看 待会我们再来看 然后还有ClearCount 这个加一行 像这个 那最后的话 还有一个部分 可能比较 同学问到说 老师可是 这个还要点一下 才能够跳出来 可不可以不要点这个按钮 因为好像多一个按钮 其实我是觉得倒也无妨 但是有些同学就比较吹毛球 他觉得说 老师你看前面这个 他可以点一下 马上出现 那这边的话变成要 多点一个按钮 感觉有点多一个步骤 有没有办法 我希望 如果我不要按按钮 他也可以自动执行的话 有没有办法 当然可以 那怎么做 OK 所以以后 如果你不需要按按钮 而是当什么呢 H2这个储存格 它里面的资料被改变了 所以这边会触发一个 在VBA里面叫事件 event 一个事件 什么事件呢 当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有change的话 那就做什么 做呼叫按钮的这个动作 那怎么写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刚刚写的那一段程式 在这个云端上也有 所以如果你担心 你会写不出来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 云端白板上面的第三页 其实也都有 而且这些程式说真的 应该前面都写过 而且写来写去 基本上就 我之前跟各位讲过 不会脱离太多 太远 部分就是说 第一个回圈一定会有 第二个逻辑判断一定会有 第三个就是 我们一定会用到 sales跟range 再来就是多个变数 这个变数就是什么 IJK这种变数 其实写来写去 如果这些 你都熟练的话 可以做出千变万化的 这个应用 OK 所以我是建议 我提供给各位上课的范例 我尽量还是挑那个很简单的 不复杂的 所以回去的话 虽然今天是最后一上课 但是之后的话 如果你们晚上还有时间的话 你建议就是 再把我们上课的范例 再拿出来 重新一点点练过 确定说你会写了 而且除了会写 还有一点 还要很熟 像这种程式 就是你要真的用 第一个 要熟练 第二个 不能出错 如果你可以做到 那以后 你应该就会用得很顺利了 OK 所以这一点 跟各位 因为很多同学都一直问我 我是为什么 学了很久 为什么还不会用 我说你有没有练习 很少 那就问题点 就是要多练习 这东西其实就是 因为说实在程式不熟 常常写错 那当然也写不下去了 OK 所以这当然 因为我也不能跟各位讲一些 这个好像很简单 可以速成 如果程式可以速成的话 他就比较一个专业了 如果大家都会那没什么价值 OK 就是因为 这东西需要一点时间磨练的 OK 没办法速成 所以这才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一处可及的 那当然就可以称得上一个专业 或者是一个技能 OK 相对的 一个专业技能 当然也是 就是 有一定的价值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的部分 再试着做做看